你们微博职业都在底下聊什么呀 跟谁呀 没有 没有 我没听到 我笼子 我们在场上都这么交流的 怕人家读出我们的口信 我都知道也不能告诉你 镜头拍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去录个自驾游的综艺 你想往你的车里 塞进哪个电影朋友呢 这样吧 尼亚如墨已经录过一次剧综了 那我这次自驾游就带下 以爱为因的剧综 那他们都分别是什么担当 反正我不是那个开车的 开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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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盲开了 那谁是搞笑担当呢 谁是做饭担当呢 搞笑担当的肯定是王和弟啊 大家都说你和王和弟是并有相见的 并有相见 是啊 不你们会发现就是 第一次有男人比我还吵吵 你只是看 凑一起就发病了 那我吵吵问一下 老四来四好做吗 不好做 再说一遍 好做呀 怎么会不好做呢 哈哈哈哈 好做好做 刚好做了 之前有的视频 就看你特别特别搞笑 就是你和那个树上的带拍 有个眼神的 其实是这样 我想解释一下 那是楼道里 就是我左边 不是我们拍小区吗 左边就是那个小区楼 它在那个小区就是安全通道 就是里面不是有窗户吗 就每一层的安全通道的窗户 都有 都有人 我以为它是爬上树上 你哪有那么高的树 我那最起码是看三层楼的视线 那你有跟他们 在斗志队有个小故事 有跟那些带拍吗 没有 这也是他们的工作 那能管得了啥呢 就是其实剧组真的做了一些努力的 就是围了一些步啊什么的 但是每次你就能在 这里看到 那你也没办法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蓝情 我就放在八中里 然后那次看了一个 就在 你想对这些撕哈怪的说 你会会尝试更多 大家都觉得你的私服特别特别好 那就是如果跟俞乐圈的女艺人们 交换衣橱的话 你想跟谁交换衣橱 逸杰吧 她很会穿啊 她非常会穿 等下个这样的话 你才能换衣橱 那人家可能不一定愿意吧 哈哈哈哈 阿姨 乐波之夜怎么没有跟人家讲交换 我不敢啦 我不敢啦 我让情绪碰然了几波了 那当时李苏苏这个角色 是让你最心动的点在哪里 因为她太正了 她是一个非常生命大爷 大家都给她取名叫正道之光 正道德光 找她的大第一伤 她是带着墓地去的500年前嘛 500年后她的父亲 包括她的全宗门 都是被谭台镜杀了 所以她是带着一个想要拯救苍生的目的 回到500年前 想要去善化这个人 想要把她的斜骨抽走 想要拯救这个苍生 所以我觉得她的格局很大 就想要学习一下这种格局 所以接了这个斜 那你当时没有想到什么 哎我要接鲜奥了 我开心的要死 其实是这个原因啦 其实刚才就是官方说法 私心就是想要一个漂亮的仙侠 所以但同时也是为她这个三观而吸引啊 好的好的好的 那就是当你其实演小说翻拍的剧集的时候 你会把那个小说都完整的自私的看一点 一般来说肯定是会看两到三遍原著的 但是这部戏就是特地跟我们说了就是不要看 因为会有一些改动 就怕我们会混淆剧本和原著当中的一些情节 包括在人设上面 所以他们就说你们直接看剧本吧 那你平常看那种小说的话 你带露的是谁的脸 我反正不会带自己的 我主要是带情节 我觉得我有画面感的话 我觉得很好 我比较喜欢看那种 哎我一看就可以想到 如果是要拍戏的话 怎么拍 因为很好看 又很甜又很乐 就知道 那你看剧本的时候有没有哪场戏是你特别想拍出来的 就特别期待这场戏的到了 《长乐》里面有很多戏 因为我们那种大情绪的戏有很多 包括大场面 比如说抽鞋骨的那个 《以我神随换你鞋骨》 特别大的一场戏 拍了好几天呢 什么让你心动通途与天下福 对对对 因为你我生生世世不复相见 等一下 我有这个让你读一下吧 你可能跟我的剧本上不是同一个台词 你读一下吗 还真不是 可以 我要以什么 我要以黎苏苏的语气去读吗 你也可以用白露的 都行 你随意发布 白露我拿走你鞋骨 我拿走你鞋骨 我拿走你鞋骨 你见过苍生 你信不信我修你 我拿走你的鞋骨 还你神鞋 你曾在苍生府里见过苍生 若可以 愿你此后先到通途 与天下福泽 别再做谋了 成神吧 那就是说 你送给赫赫的一个帕利德帽 还记得上面写着 李苏苏大美女成功吗 就觉得我是大美女 那你觉得李苏苏和白露谁妹吗 李苏苏真心的 真心的 我是一个很谦虚的人 就觉得我是大美女 我是你本人 谭台镜 明艳 苍者明艳会想谁 明艳 但每个人喜欢的类型不同 但也有一段时间会喜欢那种 谭台镜那种 就是我对别人都坏 我只对你好 直愁你一个人那种人 但他就有点坏坏的 我可能现在就是不太喜欢那种坏男孩吧 我就想好男孩 现在喜欢就直说 就真的是对你好那种 不要绕弯 大家直接一点 你看花戏 你说卢云星老师在化妆的时候 就会放歌听 然后接演的时候 会放歌调整自己的情绪 那这部剧里面就是 你放的最多的一首歌 周深的时候是会听一些悲的 但这个还好 其实我在场阅好像 就是情绪来的还挺快 因为他仙侠本来就虐 不虐就不仙侠了 我们其实很多大虐的戏都是对着哭 就看不得全景的时候就开始哭 你都拍不到你 真的 哽咽 那就是你有很多那种 吐血的心疯吗 然后跪在地上那种 然后大家都说看你吐血了 好嗨哦 其实我也很喜欢吐血 是有那种感觉 你不知道 你可以回去喊口水 试试 我怎么跟你形容呢 就是你会觉得 就比如说最近大家都在讲那种破碎感 然后你吐血你会觉得我好破碎 我智力破碎了 然后在这挂着血觉得我好惨 天哪 你知道当时我有个视频 我不知道白衣服我趴在地上 然后这边全是血 那个血就是我的多了 因为我是躺着吐的 我整个人躺在地上 然后我就一口喷出来 然后当时我听到旁边化妆老师 因为这个东西它影响到一个就是接戏 比如说那一拖戏我要拍两三天 但他们每天过去我就要接一模一样的血 然后旁边服装老师也好 然后化妆老师也好 就是感觉大家都觉得怎么吐什么 然后 发出一声惊讶 然后我在那 算以后一下我好彩好满意 他们都说什么 李苏苏爱苍生生过爱坦台镜 然后你自己到处看剧本的时候 这总是理解的 他一定也是爱坦台镜的 但我觉得他在他这个人的心中 一定是大爱胜过小爱 对他来说苍生更重要 所以我说他是正道之光吗 正道的光 这个就是你们的这个记得BGM 你别这样 就是到时候这个播出以后 就是所有人拿这个BGM去剪我们 就是一道一道 李苏苏想要捅他或者想要干嘛的时候 就画面暂停 然后想起正道的 就是到时候就是去比如说 可以提的吗 哈哈哈哈 很严谨啊很严谨很严谨 我给B掉到时候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上面就是可以看各种这种鬼畜剪辑 乐观我已经给大家提供了剪辑的思路 你很懂 主人有捧起来的话 你迅速再捧起来吧 我太难了 那你觉得其他角色会给你回什么 按照谭台镜的风格 应该回个问号 因为我觉得男生好喜欢回个问号 萧领 萧领可能就是 怎么了 就比较热心 那个被关心的那种 难道他要回多喝热水 很像萧领的风格 多喝热水 你想点个赞吧 还是给你点赞 有的时候点赞也是有一种故意在里面 有一种看笑话的行为在里面